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了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剛才預告了這一節回來 看看地產市道的情況 特別今年以來回來 大家說有個小陽春 氣氛熱鬧了 目測都多了人去看樓 膠頭上整個氣氛都好了 新一年的樓市怎麼看 以及發展商最重要 今年第一季的部署是怎樣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談談 就是惠德鋒地產常務董事王光耀 Hello Ricky 你好 早安 Hello Hello 你好 你們都貨魚輪轉 接下來都有盤賣 先問一問你 大家都形容農曆新年前後 這段時間都有個小陽春情況 香港和內地通關 投資氣氛好了 你們看情況是怎樣 很明顯在數據上反映了 比如說在上個週末 其實一手的成交都超過八十幾宗 再比起未通關之前 其實都差不多升了 接近有一倍 很明顯看到通關效應 都是刺激到市場 一手也好 二手也好 以及大家都看到通關之後 所謂路通 人通 財通 各別的一手或二手也看到 一些國內客都購入了一些物業 這也使得市場上有一個正面的作用 始終通關的 我覺得長遠一點都是對經濟和旅遊方面 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因為過往疫情之下 這幾個行業都是受影響比較大的 我相信通關之後 其實發展商都會加快推售他們手頭的項目 希望帶動整體的市場氣氛 暫時來說 因為一手都是做一些貨美 我們自己現在都積極推進一個新的項目 在藍田 亦都是屬於在套年來說 第一個可以推售市區的新盤 大家等待這個指標 我相信開價、定價和市場反應 市場都是關注的 希望透過一些新盤的推售 其實可以給市場一個明確的訊息 你們的銷售策略是怎樣 既然接下來你們都會有新盤推售 特別在現在的市場 剛剛我們復償之下 其實那個策略是怎樣的部署 我相信我們都是因應市場去調整銷售部署 看回這次我們藍田這個項目 其實主打都是小單位 一些一房或者兩房的單位 面積比較小 都是適合一些年輕買家 一些小家庭或者手撤折的人士 我自己預計應該全數的單位 都是低過一千萬 因為在疫情消除之後 我相信市場 上半年集中都是中小型單位的成交 作為主導 因為這批都是用家 過往或者都是觀望的態度 因為市場加息和疫情 變成當市場穩定的時候 這批客人很大機會 就會考慮重新入市 變成我們都希望 這類貨作為一個所謂的試點 當市場慢慢穩定的時候 我相信就會刺激一些所謂的中上價樓 政府統計的負資產中數 破萬 對市場氣氛 或者實質如何解讀這個數字 數字我覺得都是屬於過去式 始終去年的樓價跌了15% 我自己覺得 這個都是一個技術性的調整 因為加息 任何東西都會有調整 股市有調整 樓市有調整 但相對 樓市的調整更小 股市 你都記得去年跌到一萬四千幾點 調整幅度都說是超過四成 樓市只是一個很溫和的調整 還有近來如果看一些物業的數據 成交指數 其實都慢慢回升 去回到Raymond剛才問了 負資產的數字 雖然過萬宗 但是看回裡面 有多少是真的所謂斷工或者default 你發覺數據說都不夠一成 都是說不少 不多過一百宗 我相信對市場來說 就沒有很大的影響 還有就算負資產 銀行都很積極去做按揭生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大部分在供樓的人 其實如果他不失業的話 最重要是有份工 他有份工 他都會繼續去供那層樓的 相對的風險都不高 還有都見到 近期銀行一直接觸我們 都很積極繼續做一些按揭的生意 我相信都是反應 其實他們都是整體看好的後市 想問一下過往新盤銷售 很多時候銀行都會和發展商 或代理方面有些合作 去推出一些按揭優惠 你看回今年第一季的趨勢會怎樣 都是很積極的 因為見到其實銀行 都希望可以把握這個時機 尤其是年初 希望可以做多些生意 因為去年的我相信 整體來說一手二手都跌了差不多 成交量 跌了都接近有四個 去年同期也不用想 因為就是第五波疫情 所以當時的交投幾乎是鑑證得很厲害 變成今年要追數 加上利息又穩定了 市況也開始穩定了 我相信他們都會很積極 跟我們發展商商討一些新的按揭方案 你看過息口因素 對於買家的心理還是有實質的影響 特別是二月初的時候 美國就加息四分之一 加息週期短期應該暫時都未完結 但你自己看回情況 對於買家來說那個影響是怎樣 我估計幾方面 第一就是說 美國這次加息 最新的字 其實香港沒有跟隨 亦都反映到 我們沒有一個本地加息的壓力 同一時間都看拆息水平 現在都是說 大概是兩厘頭左右 如果跟回現在供樓的 大概是三厘一、三厘二左右 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 可以接受的水平 對於一些用家來說 去年其實在利息急升的時候 大家就有一個擔憂 始終工樓負擔 擔心會來越多 現在平穩一點 我相信對一些用家來說 就會比較容易去入市或者考慮 反而我自己覺得 利息對一些投資客 一些觀望的客人 有第二個影響 因為看數據都知道 在去年其實 剛剛加息開始的時候 加得很急的時候 有部分的資金都是作一個觀望 或者作一些短期的定存 三個月或者六個月的定息 都有五厘或以上 我記得身邊的朋友都說 什麼都不要做了 不如將資金做定存 擺定期 好了 我相信如果兩萬四千億 有1%流向樓市 都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還有一些可能去年中做了 差不多現在已經到期了 到期要找一些新的出路 但是上會那裡 雖然積口比較穩定 但是銀行股價去上會 二手樓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股價不足 搞到二手樓新買家 才上會 那一手樓是否相對地 股價會比較貼市呢 通常一手樓都會比較貼市 銀行那邊 因為二手樓很多時候 都要看物業的樓齡 或者單位裡面的狀況 有時候 二手樓很多時候 因為有一些低價成交 你記得去年 其實很多所謂 涉樣盤 移民盤 變了一個半個的成交 有時候令到銀行 那個所謂評估的價錢 會有一個很大的出入 那一手樓的 我相信我們通常 始終價錢都是貼近市 銀行都會比較容易些 那個評估都跟我們很接近 我們經常說疫後復償 發展商方面 亦都在復償 貨月良主義推盤 其實你們看看 用家對於住的要求 有沒有轉變 比如一些樓盤設計 上面又怎樣去配合 那都是經過疫情之後 我相信大家都關注 所謂生活的質素 或者Wellness 很明顯的 我們一些新的屋苑 都要將Wellness去提升 比如說一些免足式的設計 和盡量多些 互害的空間 提升的綠化 那我相信這些都是 一般市民 其實現在 考慮物業的時候 會關注的事項 那我們在屋苑上 也都會引入這些 一些空氣的清新的系統 尤其是我發覺 近期很多內地的客人 其實他們下來 為何會考慮 香港的物業 其實一個因素都是 讓他們可以提升 那個居住的環境 另外呢 過去的樓市周期 和現在又有沒有分別呢 你自己覺得 我覺得 譬如我剛才都提過 去年那個樓市的回落 我覺得是一個技術性的調整 是由於利息一個增加 是影響到市場 會有一個調整 如果在樓市的周期 通常的時間比較長些 不會說這麼短時間 就可以有一個回穩或者反彈 因為如果樓市周期 真是一個調整的話 時間是會比較長的 不同股市 如果你看回在97年 經過亞洲金融風暴 你見到樓市周期的調整 要去到2003年才完結 我相信現在的狀況 就只是一個技術的調整 那全年怎麼看的呢 全年有些人看 還會有整個樓市 是否有可能發生呢 我覺得去年因為調整 調整了15% 如果看回一些經濟的數據去看 其實我們的失業率 其實都是3%多 都接近 快要接近全民就業 加上通關之後 我相信有些行業還受惠 在平庸就業方面 如果經濟都是好的話 我相信都有條件 今年的樓價 可以有一個溫和的升幅 但是仍然有一件事 好像剛才建成所說的 科技輪轉 因為今年我相信發展商 都要努力一點去追回 去年的調整 應該很積極 因為去年我們只是一手樓 賣了九千幾個 我們平均每一年 其實過往都起碼做萬萬六宗 即是說我們有多了 差不多五千到六千個單位 其實是要慢慢消化的 正正這個位置擔不擔心 很多發展商可能今年都非常積極 預計新盤的供應量都多了 有機會可能撞了 或者在供應量多的情況之下 其實令到價錢方面都可能會有些調整 所以我覺得上半年應該 我們都是先求量 不要貪心了 希望可以先打穩市 給一個成交量的市場可以去看 變成往後的 我相信升幅都會在下半年才看到 和發展商始終手頭的資金都充裕 未必說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要一年之內消化了 手頭所有的單位 香港的發展商實力很雄厚 所以你看到 就算我們推盤也是 第一個推的 都是覺得有把握 和市場上有需要的項目 作為一個頭炮 去測試市場反應 新頭炮的盤會不會有些廣告價 特別優惠些 盤會比較漂亮 我相信所有買家也好 代理都期待的一個吸引價 我們也是因應市場 和也希望首批單位 一個貼市吸引一點的水平 可以刺激到市場 令市場可以繼續在今年裏 可以一步一步 但達到2023年 說到地產的樓標 成為一個焦點 幾間的 都有三個項目 赤柱、豪宅地樓標 事件局的觀塘地王 商業用地在觀塘地站旁 又是樓標 最新是小豪灣 港鐵車廠上蓋的大型住宅發展 最後三間發展商 樂標 你們也有份落 帶樓標收場 怎樣去解讀這個狀況呢 我猜 剛才你提到的三幅地 其實每一幅地都有自己的特殊因素 譬如赤柱幅地 本身屬於一個山坡 其實如果做一個山坡的平整 涉及的費用都很大 以及都要一個額外的時間 這個其實都是對整個項目 發展的成本 發展的年期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一個山坡平整 差不多都在講 涉及要多一年半的時間 發展商都要考慮 資金、利息的成本 建築費的成本 這個變成熊業界一些估值的評估會有出入 即一些業界估值上未必參考到這麼多因素 它未必實際反映到這個因素 變成熊市場的評估有一個出入 我相信政府有時都會看一些策略市的評估 熊發展商如果有差距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原因出現樓標 你看看小豪灣的福地 其實都是 意向書收到很多 但標書只有三份 最終就是樓標 其實大家說項目都真的比較大 你自己怎麼看這個 項目一定大 講的是過百萬呎樓面 這個也是一個新發展區 也是項目規模大 發展的時間也很長 還有港鐵也要求發展商 一些額外的工程 一些地鐵 站上蓋的工程 這裡要承擔一些額外的建築費 就像剛才赤柱福地一樣 一個額外的建築費 一個長的發展期 又是出現到最終發展商的計算 有機會和港鐵的評估會有一個出入 像黃國耀所說的 當你發展的要求 連帶這麼多任務 那些成本 要人建一個商場 然後還給政府 但是估值 估值的底價 是否估值得太高 現在不是沒有人下標 只是政府說 還未到價 我收回 我們說還要進取 是的 估值的制度 是否要檢討 政府是否要滯後 我相信大家都 各有各自己去計算 他們都是找專業人士 他們都是找專業人士 我們就比較是 真的做生意 我相信我們都是很務實地 貼著市去計算 建築的成本 建築的時間 還有我們發展商的利潤 也要看口市是甚麼價錢 很簡單去看 昨天一幅比較中小型的地皮 全灣的地 昨天公佈了結果 雖然我有入標 拿不到 成交價其實都微微高於市場的估計 都超過4570多元 都是市場估值的上限 那就是市場估值 其實如果一些地皮 比較簡單直接的話 其實發展商都很積極參與 還有最後買地的價錢 和市場的評估都差別不大 過往很多時候 一些所謂低價的成交或者流標 通常都是那幅地 本身的買地條款裏面 就比較複雜些 還有一些額外的成本 一些洗費 是市場裏面或者 忽略了 沒有將那樣東西考慮在裏面 都問一問 下星期就財政預算案 其實很多人都表達了 他們都要去追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你們又有什麼期望 我估計作為普通市民 其實都是希望在疫情之後 一個複償的狀態 政府如何善用它的財政狀況 去刺激經濟 因為過往幾年 真的沒有什麼對外 去經濟上的接觸 你看到近來都很多外訪 或者引入一些資金 我們自己的商界 反而最關注的就是人才 希望政府可以繼續在這裏 可以做多些事 引入多些人才 變成可以繼續輔助我們的經濟發展 作為發展商 我相信大家都期望 有沒有一些減辣的措施 我相信全部剔除一些辣椒的 沒有可能 但是有沒有可能 或者考慮一下 一些本地香港人 如果再買多一層樓 是不是需要再給一個15%的 雙倍印花稅 因為我自己身邊很多朋友 都是 其實都希望買多個單位投資 收租 始終資金都沒有什麼很好的出路 其實物業投資也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投資 如果它不是作為炒賣的 我相信都可以適量去放寬雙倍印花稅 看看會不會循序漸進 今早跟消委會說 安老的投資選項 竟然沒有一個叫做一層自住 一層收租的建議 因為現在有辣椒 很多老人家過往都是 林老 即我以前在太古城買了 竟然買兩個單位 住一間隔壁那棟收租 收到過世還可以留給子孫 過往一些思維 都是希望有一層樓收租 變成一些被動收入 就算退休的 都可以有一個無故的收入 這方面希望才藝都聽到大家的意見 很快會知道下星期三就會知道 今早我們跟會得峰地產神務董師王光耀 先談到這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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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